今天是舒淇的生日 虽然高石洛今夏奖演后殊荣 但他仍开心举行生日派对 刘青云姨太太郭矮明 余温乐及卢海鹏 甄子丹夫妇 以及导演侯孝贤等都有出席 问到子丹送上名牌 是否是为了补偿之前微博一事 舒淇表示那件事不是个人的行为 还是希望社会风气可以有爱一点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因为个人的问题 跟个人没有关系 跟社会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关系 所以希望这个世界是充满美好跟爱的 问及可否会再开微博 舒淇表示等到自己寄养的时候 就会再次与喜爱自己的粉丝们再相见 我会我会 其实我我其实没有什么 不是故意去做一个什么动作的 我只是觉得我希望一个 比较和谐一点的小世界 那等到事件过了之后 我觉得可以再继续去做这个东西 因为毕竟会喜欢我 或者是关心我的朋友们 或者是我自己有时候 想要发挥我的才华的时候 写一两句的那种文字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纪念 真的 舒淇透露妈妈特地到香港 所以应该会跟妈妈一起过生日 问到妈妈有否向的催婚 舒淇坦言 妈妈一直有说单身是最好的 不过舒淇表示 自己还是很希望找到命中的依靠 对于近日又传舒淇与冯德伦的绯闻 舒淇表示又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不在乎 不过他却没有正面否认 我当然希望还是像小琪的歌一样 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 对 自己来不然研究什么 很不够 冯德伦他跟我真的是 十几年的很好很好的朋友 真的真的 我想香港记者大家都知道 一天到晚都会拍到 我跟他吃饭 唱歌也很久 对 所以这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怎么发现什么 讲真的很多事情都没有一定 也没有未必 但是每一个都是机会好吗